Jungleman Jungleman 上来不知道谁叫了叫Jungleman Jungleman 这现在最近这段时间赢了老多 现在有120万 那Jungleman现在变成这个桌子 赢利最多的 也是筹码最多的 上手一把五六葫芦 Jungleman赢了很多 三人地吃 从Illton那赢不少 从丹尼堂那也赢了一些 现在变成120万 波兰赌神 AK 尻吗 波兰赌神 非常的稳啊 他在大芒的位置 觉得位置不好 他就尻一下 AK已经想这么打 也没毛病了 也不用你一拿走AK 你就带小芒大芒 带死拽豆 你就要起什么三拜特什么 不一定非要那么玩 因为你位置不好 虽然AK这手牌胜率很高 但是你位置不好 你知道吗 因为德州不是有一些偷鸡的 你没中牌 别人偷你 你也不好打 这范围和大芒位比较匹配啊 野人要偷吗 应该要偷吧 还有张五 买上下顺子 他这五多少也隔断了一些大芒位和这个牌面有关系的可能性 我感觉会偷一枪啊 我感觉会偷一枪啊 他里面长弹回头 是最后变得超高 它这里面的就是敲进去 我 有些时候人们会拿一些AK铜色 AKK在前卫瓶 跑进去钓鱼 丹尼唐A10啊 Stradle 4000 Stradle 8000 哎呦他有点坐不住了 他筹码现在筹得上最少 他们这种筹码深了就好看了 艾尔腾抢一下 三拜疼吗 唐 唐怎么这么多筹码了 补不少吗 唐这个发型很酷 三拜疼 抢下地势 艾尔腾真的不太顺 成地上 上手牌真的是运气不好 天顺被返潮了 哎呀 其实求稳一点 宫杜 转牌过好一点 但也真的是整体而言 是小概率时间 你知道吗 整体就是这个概率 宫杜 别人就成葫芦 这还是小概率时间 其实 艾尔腾那么打 那手牌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 有那么一点冒进吧 可能啊 因为那是三人底池 那个底池真的也挺大的了 他那么一下注 底池就有点大了 空下池也不是不行 天顺输葫芦 上哪说理去了 他要输个按三条 变葫芦还行吗 他输个两对变葫芦 他也差不多 就是两对更难变一点 担一手牌吧 弹轩A9 真是的 现在看蛋 不是看这个野人格这么猛 拿到A9同色不再想三败 他想尻他 要三败他吧 弹轩 弹轩的性格 其实还是有很大可能 三败他的 三败他 三败他到七败 野人没有那么好打吧 这手牌 尻一枪 这A5尻不好打的 咱们看翻牌 因为翻牌大概率 还是和A5没什么关系的 玩弹轩又是A9 下个三万 还是过一千 哦 哦 弗拉伯 我以为他英文说过买花 你知道吗 我一看 我以为是买花 一看不是 我以为我没看出来 野人是买花呢 有点带点后门花 谭轩控制了 没有打 野人其实他有点想 拆个档子 他这牌 他要偷鸡吗 他偷鸡 谭轩会抓他 他这牌想 他这牌想 想拆个档子 这牌 就是过牌到最后 两个人要拆个档子 拆个档子 拆个拆个 野人看你转牌没打 野人也挺自信的 拆个 但野人这么自信 其实 谭轩也不好偷他 因为他这么自信 偷他很容易抓你 野人还是不太高兴 就是高手 他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他输了 他就很不高兴 他虽然之前赢很多 但这手牌 他输了 他有点难受 他就不太高兴 就赢了钱 就是我的 已经属于我了 他不是看我今天赢多少 他一输就不高兴 德万也这样 德万有一回打那个 哈斯勒高窝桌的百万赛 赢了二百万 晚有个底池 他输了 想半天 最后输了 他就不怎么高兴 一副不怎么高兴的样子 然后空气球 空气球老板就有点说 你都赢了二百万了 输了这一个底池 小底池 有可能二三十万的底池 反正你就这么不高兴吗 反正德万也在哈哈一笑 就是赢了就是我的了 再输 输的是我的钱 就是这样的逻辑 你知道吧 那其实也没 这逻辑也是没毛病啊 但一般人会想 我赢二百万了 输二百 输二十万 三十万 我还赢一百七八十万 还是赢的很多 是吧 就很高兴 但他们不是我 他们说这是我的 我再输 就等于是我再输钱 就这样的逻辑 你知道吗 我弹轩拿了一手 一钩不错的牌 收个底 也没人愿意抢弹轩的底 A4同色 这肯定要瑞茨 我又要我三百的蟹人了 也人会不想弹轩针对他 他弹轩上手牌也亮牌了 是吧 他是A9 也说你那老三百的 我耗的 哎呦 也人就是不信啊 他觉得弹轩针对他 他尻了 不过他A4同色 确实也能尻起来 也不是问题很大 他有位置 偷一枪 弹轩 也人会尻下来 其实这个牌弹轩挺不好打的 虽然弹轩的胜率还是尻了 因为这个牌 也人一定会尻他 买卡顺 带点后门花 也人有位置 这肯定要尻他 从缠打的角度 他也值得一尻 就从这A5的角度 就各种角度 他都会尻啊 这时候 也人一旦尻了弹轩 弹轩就没有那么好打 他眼可以有点勉强 不会瑞茨吧 真的瑞茨了 瑞茨到七万吧 弹轩可能要负啊 也人这种 也人还是比我想象的凶啊 要是我 我会尻一枪了 尻就是有点怂了 过牌是的 过牌你就是有点怂 不是过 啊是 过牌有点怂 过牌是一种失落 不过这个尻也不算怂啊 这个尻其实还挺 也挺硬气的 你瞎住是吧 主动性的人瞎住 我靠 其实这代表的稍微强势啊 就是你瑞茨肯定是最强势啊 这牌弹轩不太好打 靠进去 选择尻了 靠进去被动 这个底势变大 并不是太好打 转牌能不能来一张A或者Q 黑桃也不错 黑桃对弹轩也可以 哦真的是一张黑桃 这手牌说不定野人再下注 弹轩会瑞茨他 弹轩花顺双抽 弹轩这是弹轩的抗压能力啊 这手牌真的压力很大的 对弹轩而言 他什么都没有 比如瑞茨他 他望着 转牌很有可能 还发不出什么 对他有关系的牌 他要面对一个大地势 没位置 压力很大的 继续偷 野人一偷还是挺硬气的 哦又是这种下注吗 下8万5 翻牌打得很 反正转牌打得轻 会瑞茨吗 谭轩 谭轩肯定是不会负牌的 其实这张黑桃发出来 对谭轩真的是 有利了很多 咱们上帝视角看 也让对方少了一张黑桃5 九一开 把一成胜率的人打得跟九成胜率似的 这九成胜率的人 感觉就有一成胜率似的 搞反了兄弟 这两个人打得很厉害 对方的 这两个人打得很厉害 对方的 这一张黑桃 是因为他在这一张黑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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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弹旋在那说你太慢 我就说弹旋打牌有点慢 不过弹旋打牌一般慢的时候 是这个牌真的需要思考 Alton这个不是Alton这个 野人这个转牌下注是有点轻的 转牌这个投机轻 这10K也都在弹旋的范围里 打走了 其实野人他这个转牌的下注 你这么想是不太好 10K也都在弹旋的范围里 你在别人范围里的牌 你下注这么轻 他下注这么轻 也给弹旋这么一个机会 他下的重一点 其实弹旋也不好再raise他 再回来投机他 一个是他下的重一点 更像有牌 一个是你下的重一些 就别人raise你 他需要投入的更多 他也是不好raise你 丹尼堂AK同色 丹尼堂AK同色 还在说上手牌吗 谭旋可能怀疑对方是flush吗 论了一下吧 七千野人会三拜他吗 上手牌野人输了不少啊 哦 波兰赌神 Q5做了一个三拜特 其实这个牌里的Q5同色都不是 波兰赌神打牌很奇怪 他那AK在一种盲住位 拿到的时候 选择的平靠 完拿到Q5 砸色这种牌 非常差的牌 完再盲住位 选择做了一个三拜特 他和正常人打法是相反的 四拜特吗 四拜特 放掉 他前面拿到AK 他选择的是平靠 好像那把还是平靠 8000的死拽 他是4Q是5Q 好像5Q呢 我记得 完拿到Q5 Q5这牌你真要三拜特 你最好也是个Q5同色 是吧 你三拜特 杂色实在是 看着头都很疼 我还没有位置 他这种 就波兰赌神这行为 刚刚好 等下我补给你 我等下补给你 现在别扬了 别扬了 别别 我等下说补给你 就补给你 我骗你干嘛呢 对不对 不错 superstitious things 别动我 现在不能碰碰二 破风水 知道吗 就波兰赌神 那非常负以为 那个行为 真的很负以为 应该是谭轩 在那要了一个 丹尼堂的筹码 丹尼堂不给 谭轩说 补给你 我 células补给你 丹尼堂是不是要走 筹码没收 那就是休息一下 我刚开始以为丹地堂是要下桌了呢 其实还是挺想看看堂哥打牌的 堂哥打牌也挺有意思的 AK3 勾勾对22吗 这好家伙 这勾勾不太得劲了 AK吗 那可能会打跑22 下2万吗 2万也打跑了 这个底池也只有4万 没太注意啊 我以为一个300底池挺大的呢 台阙拿到高高 这有牌没太看 翻牌前没太看 我光看丹地堂走不走了 你知道吗 我眼睛一直盯着丹地堂的筹码来的 突然看翻牌了 是要走了 堂哥真的要走 堂哥不太顺 不想打了 可能也觉得这个桌子强度有点高 打得累的 不玩了 来看看翻牌 牌力感觉差不多 但胜率K7高 4-6开 3-5是脏牌 这个牌就差点颜色了 如果花色再和3-5好一点 真的还挺不错的 引人偷一枪 这牌也不太好中牌 但他买最大的顺子还是能偷一枪 1万1会拆个瑞斯吗 这牌肯定不会跑啊 首先是攻队6 其次自己还买上下顺子是吧 除了中队3 这牌其实光中队3就挺强的了 你知道吗 你一般主要怕个对次 野人会没没偷啊 拆个拆个 我想这野人偷就得下中注 就演一些烂马其刀的牌了 就是花啊什么的 什么都能演 反正得下个中注 因为这些牌两人单挑 演起来都不是都不像 但是你有可能是这些牌 下个中注 偷一枪 吓唬走对方 还能不能吓唬走对方 野人想想 这个牌面 讲故事没有那么像 就算了 讲单一的故事没有那么像 免费的 我万一拿个AA 我就直接all in了 拿个AA直接all in 我想看看 团圈现在有多少筹码 老忘了 因为谭学刚才赢下野人不少吗 想看看有多少筹码 八钩五 野人不偷了 这波兰赌神不好偷 一偷就跟一偷就跟了 波兰赌神反而偷了 这肯定靠 波兰赌神喜欢这么下注 一个大忙 这不是在送吗 因为你一个大忙 别人不好跑 你知道我下一个大忙 别人跟的概率高 然后你这牌啥都没有 你是纯偷鸡 那就在送吗 是吧 就是你的下注 别人不容易弃牌 你本身你是没牌 你说偷鸡 又不好偷偷别人 这不是最后一集了吧 这期传奇不过就三集吗 不过这节目挺精彩的 不到还有没有 可能没了 可能是最后一集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儿 咱们下次再见